蔡英文总统17号亲自造访台东普庸马部落 参观南王普庸马花环实验小学文化教育的示范 并针对原著民族语言发展的议题 与族语老师们进行座谈 而北南族民族议会也针对民族教育保存与发展 递交族群建议书 目前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在今年北南民族已经是 丙伟语言的这个民族 那民族议会就递交给这一个总统 这一个部分我们的民族的 这样的民族教育的一个 一个比较主张的想法 高明志表示针对民族教育 以及族语保存与发展 北南族群向总统表达三项建议 认为民族教育除了需要政府部门给予协助 更需在原乡打造教育推广基地 同时建立12年北南族教育体系 巩固文化教育基础 并发展体育艺术等特色项目的培育人才计划 高明志也强调 巴拉罐过去是民族教育最重要的场域 如何协助部落取得土地使用权 是现今急需解决的问题 要实践它民族教育巴拉罐的问题 我们的土地都是几乎都已经被 已经有一段时间被不争议的被霸占了 每个部落基本上都是在公有土地上 搭建我们的巴拉罐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政府可以 将这个巴拉罐的场域的土地 优先来拨用给部落来做使用 国家应该把资源拿出来 来让我们这个文化可以传承下去 毕竟原祖民是这个国家原来的主人 总统蔡英文承诺会依注更多资源 协助保存北南族语言与文化 而族人也期待政府早日归还土地 让族群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发芽 记者文贺和台东市采马报导